Hello 大家好 我是Irene 林千盈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 我在英國讀音樂 回到香港決定 實現我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做歌手 我從小來都很喜歡唱歌 我八歲的時候 真的因為聽到很多不同的廣東歌 然後讓自己想訓練好自己的聲音 唱一些好聽的歌 因為當時自己小時候的聲音真的不好聽 想參加朗仲比賽的資格也沒有 所以就慢慢用唱歌去訓練好自己的聲音 我當時其實真的沒有想過做歌手 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純粹很享受音樂這件事 很享受聽歌的自己 我發覺音樂這件事令我學得很快 因為本來我自己不是一個讀書很聰明的人 所以我覺得原來真的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或者自己的興趣 是你很多東西都跟得很快 走得很快 因為享受 開心 好 你去這裏讀音樂 嗯 然後讀完 嗯 其實初初你是打算留下 還是在那裏 我畢業沒多久 其實我都直接apply了一些marketing的工作 你打算留下那些工作嗎 當時有新冠流行病毒 沒有想過要留下那裏 還有其實說真的 家人也不是很放心 所以我回到香港 直接很快地apply很多不同的工作 後來我嘗試做marketing這個工作之後 上班期間其實我會聽歌做事 其實當時很簡單的 那一刻就是 我聽到聽歌 然後我就想 為什麼我不是做自己最享受的事 還有為什麼我 這麼快就好像辜負了自己的專業 為什麼我連給自己試的機會都沒有 你問我當時是不是想 你打算做越想 升上去 我又完全沒有這個畫面 但是你要我想我去唱歌 我走到一個很大的台 表現自己 我的腦子是有這個畫面 我就是覺得我很不甘心 為什麼我不讓自己嘗試 而我自己也是有畫面 拍照到自己 在一個很大的舞台表演唱歌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把自己 在一個辦公室做的marketing 過了一個星期 然後我就決定辭職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做production 我在香港做一些cover demo那些都是他找我做的 我就發了其中一個demo 因為機緣巧合拍 認識了我現在的經理人Alvin 他都聽到我的demo之後 他就覺得 哇 都OK 然後就慢慢地 踏入了這個行業 你有沒有考慮過 是沒有考慮的 一有這個機會 你就第一時間OK 是因為我是一個 比較衝動的人 我自己認為就是 當一刻我有這個機會 我就要抓住他 你期望是否覺得 對於兩首歌 別人認同你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獎不獎的事情 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很歧視的 說真的 因為獎是別人認同你的事情 其實你做這件事 你是想別人認同你 還是你只認同你自己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你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就OK 獎有得獲得 每個人都開心 沒有人不想獲獎 對不對 所以有就很開心 但沒有就 我也是平常心去對待這件事 短期目標就是 因為始終剛剛出生了4個月的BB 然後我希望可以多些人認識到 拖一些人聽到我的作品 還有多一些可以看到我 Irene這個人出現了 在這個業務上 還有希望 可能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希望我可以帶到更多的快樂和愛 給這個全個香港人 如果長期目標 當然就是很遠很遠 當然做得歌手 我一定很希望 很渴望有自己一個演唱會 或者舞台 這也是我最大的夢想 和終極目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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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